俄媒稱俄軍精準打擊烏軍臨時基地 柏蘭稱會有多達8000名瓦格納士兵 到白俄羅斯 與將所謂瓦格納威脅 提上北約峰會議程 烏克蘭討論 與白俄羅斯邊境地區局勢 懂歐多國為何擔憂 瓦格納進入白俄羅斯 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 他明確提出說 白俄羅斯需要瓦格納 這樣的一支部隊 波蘭就認為接下來的形勢 很可能由對白方的三面合圍 變成了波蘭兩方手押 所以他現在就要增大 對於白俄羅斯的各種軍事針對的力度 美媒稱 烏軍可能獲得美陸軍戰術導彈 烏克蘭此前稱 俄羅斯將襲擊扎波羅勒核電站 俄羅斯外長稱相關說法純屬謊言 俄烏會否圍繞扎波羅勒核電站 展開新的爭奪 未來可以說從現在開始 那麼到西方進攻性的裝備 那麼它更可能使用的方向 應該是在扎波羅勒這個方向 就這個方向呢 它會成為至少未來一周到兩周 那麼烏克蘭它在反攻階段的 一個首選目標 美方決定向台灣地區 出售約4.4億美元軍售項目 國台辦回應稱 這是把台灣打造成火藥桶 彈藥庫 這是在害台毀台 美方一系列行為 將會帶來怎樣的惡果 又將使台灣地區陷入怎樣的險境呢 《防務行觀察》特藥專家為您深度解讀 各位好 歡迎收看《防務行觀察》 我是寧昭 近日烏克蘭總統 加強軍隊在烏克蘭北部地區的工作 烏克蘭武裝部隊總司令 扎盧日內表示 為加快反攻速度 烏克蘭需要更多的武器裝備 特別是F16戰機 以儘快獲得空中優勢 此外 外媒近日報道稱 波蘭政府召開特別會議 你進一步加強波蘭與白俄羅斯交界的 東部邊境的防守 波蘭總統杜達提議在7月的北約峰會上 把瓦格納的威脅提上會議議程 波蘭副總理卡欽斯基稱 可能會有多達8000名瓦格納士兵到白俄羅斯落腳 而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稱 如果瓦格納願分享其經驗 白俄羅斯軍方會很樂意向他們學習 俄羅斯國家杜馬國防委員會主席 卡爾塔波洛夫表示 決定留在瓦格納的士兵 將不會被派往前線作戰 瓦格納士兵可以返回家園或者去白俄羅斯 另據《多加俄媒》報道 俄軍6月27號對頓巴斯地區城市 克拉馬托爾斯克發動精確打擊 報道稱此次襲擊目標是 烏軍第56摩托化步兵旅臨時基地 該基地當時正在開會 這次襲擊可能造成烏軍兩名將領 接近50名軍官 以及接近20名外國僱傭兵和軍事顧問身亡 俄軍是否發動空襲 對烏軍僱傭兵和軍事顧問 實施所謂斬首行動 東歐國家為何擔憂瓦格納進入白俄羅斯呢 防務行觀察正在播出 好 歡迎兩位來到我們的演播室 是啊 我們關注到現在波蘭方面稱呢 有多達8000名的瓦格納士兵 是計劃在白俄羅斯落腳 那同時我們看到說波蘭總統呢 提議要把所謂的這個瓦格納威脅 提上北約峰會的議程 那請教李女士 波蘭方面為什麼會如此擔心 這個瓦格納士兵進入到白俄羅斯呢 因為我們知道呢 過去呢 俄羅斯和白俄羅斯俄白聯合區域部隊 在這個位置大約有一萬多人 那麼如果說呢 再把這個8000人加上 顯然這個位置它有一個相對規模較大的 而且是訓練有素的 因為我們知道瓦格納集團整個 它的單兵素養和一般普通的 我們知道正規軍部隊它還是不一樣 他們是相當的作戰經驗的豐富 而且是經過了在巴默特 這樣一個慘烈的 角肉機的這個戰場上 經過絞殺以後生存下來的 那麼顯然它的能量是相當巨大的 所以在這個地方 如果說真正形成一個規模化的常駐 那麼顯然呢 從波蘭來講 它認為它的國家安全的壓力增大了 因為我們知道呢 波蘭和白俄羅斯它是有邊境線的 186公里的邊境線 事實上呢 它已經設置了層層的阻礙 就在陸地上 你包括它有電子的圍欄 有攝像頭 那麼同時呢 我們知道波蘭對於自己的軍力呢 這幾年也是做了很大的一個增強 但是呢 如果說真正針對 瓦格納未來的可能的 它所認定的威脅 它覺得靠它自己的應對還不夠 所以我覺得波蘭當下呢 它是準備把它做一個議題 在整個的7月11號 就是維尔紐斯峰會上提出來 我覺得這個可能是當下 我們能夠看到的 非常明確的一個做法 因為呢 現在不僅是波蘭 立陶宛實上也在尋求北約的保護 所以德國現在是有4000人 是正式駐紮在立陶宛 永久性駐紮 那麼如果說立陶宛有這個需求 那我們說拉脫維亞 艾沙尼亞 那麼這些小國過去它本身 它自己的軍力就非常有限 那有沒有可能在北約框架下 整個做一個全新的佈局調整 那麼這個呢 實際上都是 我們看到這個事件後續的連鎖反應 甚至包括像羅馬尼亞 那麼這些方向就整個的北約東線 那麼現在有沒有可能做成一個 集群性的北約下一步 整體軍力向這些國家推進的一個反應 這都是我們可以觀察的 那綜合當前的這些信息來看 請教王先生您覺得未來在白俄羅斯方向 發生衝突的可能性是否正在增大呢 瓦格納它是非常重要的一支力量 而且呢這個長時間這種作戰經驗 也令北約方面頗為忌憚 所以如果說瓦格納的士兵 進入白俄羅斯境內的話 把白俄羅斯這個因素 與瓦格納的因素相互疊加 那麼北約方面極有可能會以此為藉口 展開對於白俄羅斯這個國家的 一個深層戰略補據 這是有可能的 另外我們還要看具體的北約國家 特別是白俄羅斯的一些北約鄰國 像剛才也提到了就是波蘭 本身吧近些年波蘭與白俄羅斯 這個關係就非常的不穩定 那麼波蘭呢現在這個一方面 針對白俄羅斯在邊境設置了鐵絲網 設置了這個格力圍欄 再者呢這個針對白俄羅斯呢 還展開了一系列軍事演習 有的其實就是在北約的框架下 這個演習一方面它是一個科目有針對性 再者距離白俄羅斯邊境也是越來越近 就是為了要施加這種壓力 因為在波蘭的這個戰略施域之下呢 如果說白俄羅斯它國內的 這個軍事因素保持不變 那麼波蘭就認為在北約框架下 對白俄羅斯執行的是一個三面合圍 你看北部方向就是波羅地海三國 西部方向是波蘭 南部方向有烏克蘭 如果說白俄羅斯國內的軍事因素 發生了一些變化 特別是有一些增量 比如說瓦格納這個因素 我們看到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 他明確提出說白俄羅斯需要瓦格納 這樣的一支部隊 如果疊加這個因素的話 那麼波蘭就認為接下來的形勢 很可能由對白方的這個三面合圍 變成了由白俄羅斯加上 位於波蘭西部的俄羅斯飛地 加列寧格勒就變成波蘭兩方受壓 所以它現在就要增大 對於白俄羅斯的 各種軍事針對的力度 請教李女士 我們關注到烏軍總司令表示說 為了加快反攻速度 烏克蘭需要得到F16戰機 同時還宣布說要對俄軍的基地 進行精確打擊 您覺得這是否意味著 未來烏軍的這個大反攻的方向 將會發生轉變呢 烏克蘭一方他為什麼做出了 這樣一個表態 就是我準備暫停 以大規模的地面的步兵部隊 包括坦克來進行強攻 原生戰友的這種方式 在當下遇到了很大的障礙 我們知道首先的障礙 就是報式坦克那張照片 當時不是有多輛報式坦克 包括美國的布萊德里戰車被擊毀 我認為當時這個實際上是 給美西方的包括烏克蘭軍隊 它是一個比較大的教訓 就是在你沒有強大的 空中的這個掩護的情況下 也就是你沒有奪取 制空權的背景下 就出動地面部隊去強攻 這本身實際上是個災難性的後果 它的損失是非常大的 所以當時我想從當時那個節點 它就醞釀著要進行這個方式的轉換 當然這個轉換 它是需要裝備做基礎的 就是它如果停止了地面的強攻 我們說如果它沒有空中力量做推進 那相當於戰場就限於停滯了 所以這裡面的邏輯呢 我覺得一個更大的一個危險的邏輯 恰恰是在於如果地面強攻停止了 我可能從空中我就獲取到了 我的突擊力量的手段 比如說F-16我拿到了 還有極速炸彈我拿到了 而這個極速炸彈一枚打開以後 它這個母彈體它會產生247枚子彈藥 那麼我就可以在一個較大的這個正面 對於俄羅斯的地面坦克部隊 甚至它的嵌豪 它的攻勢 形成比較大的破壞 那麼這個是當下我們能夠看到的 同時我覺得 如果它真的獲取到了陸軍戰術導彈 那它就不用靠地面強攻了 我就完全可以在相對安全的區域 以300公里的這樣一個射程 我就能夠覆蓋 包括現在非常核心的一些目標 比如說我們這些天反覆談到的 像梅里托布爾 比爾江斯克 那這個它完全就可以覆蓋 它就不用通過地面 這樣非常大的這個損失來實現 所以這裡面我覺得它的實現的前提 恰恰讓我們看到 就是美西方很可能會放開 進攻性的武器裝備的提供 這個才是它這個調整的 一個最重要的一個基礎 那請到林女士 同時我們關注到有媒體報道說 這個俄軍對烏軍的臨時基地 發動了精確打擊 那有俄媒報道說 這可能會導致烏方的多名軍官將領 甚至是外國僱傭兵的傷亡 那您覺得這個消息的準確度有多大的 我想存在一定的準確度 因為它這次叫做克拉馬·托爾斯克 我們知道這個地方本身是 烏軍56旅的一個前進指揮所 所以現在我們通過戰爭 就延續到現在 雙方上更加比拼的 就不僅是精確打擊的能力 我認為還包括情報 就是我需要第一時刻掌握 對方最核心的一些指揮機構的位置 而且對於僱傭兵的集結地 包括高級指揮軍官的集結地 發起打擊 這個我認為是當下 可以說最見效明顯的一個方法 因為大家知道整個戰線 更多的它是分布式的 那麼如果說有的前線指揮所 它是高度聚集的 比如說軍官需要在這集體地討論 然後討論作戰計劃 然後下發作戰命令 包括工藝軍在這個位置 準備發起進步的後續的打擊行動 和烏克蘭當下的部隊形成一定配合 那當然如果說我能準確地知道這個位置 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們說為什麼有可能實現這種情況 是因為雙方都在以彼此的指揮所 作為打擊對象 因為我們知道 這是27號的消息 俄沒報的 就是它對克羅拉斯和爾斯克 這個方向發起的打擊 然後打掉了指揮所和工軍的集結地 那我們看到隨後29號的時候 烏克蘭方向報的它的一個戰果 就是它打掉了在比爾江斯克的 俄軍的一個指揮所 而且它的彈藥庫 我覺得這裡面就有一個對等的關係 就是你能知道我的位置 知道我的情報 我也能搞到你的情報 所以雙方如果說 糾結於就是把你的焦點 聚焦於這樣一些核心目標的打擊 它會讓戰爭變得更加慘烈 波蘭總理莫拉維茨基近日表示 鉗於俄羅斯計劃在白俄羅斯 部署戰術核武器 波蘭希望在本國境內 部署美國核武器 防務性觀察稍後繼續 據美國《華爾街日報》6月29號報道 美國政府正在考慮批准 向烏克蘭提供陸軍戰術導彈系統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 和美國國防部 目前尚未就此事作出回應 此外 波蘭總理莫拉維茨基 6月30號表示 鉗於俄羅斯計劃在白俄羅斯 部署戰術核武器 波蘭希望在本國境內 部署美國核武器 他透露 波蘭方面正加緊尋求 加入北約核共享機制 波蘭能否加入核共享機制 將由美國決定 據烏克蘭媒體此前報道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 6月22號宣布俄方計劃 對扎波羅熱核電站發動襲擊 對此 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 6月30號回應稱 烏方在核電站問題上 玩了一個危險的遊戲 相關說法純屬謊言 俄外交部發言人扎哈羅馬則表示 烏克蘭方面正準備襲擊 扎波羅熱核電站 他指出基輔市政府 宣布在基輔安裝了 額外的輻射測量裝置 最近在烏克蘭一些地區 還啟動了應對 扎波羅熱核電站事故的演習 烏克蘭國防部情報總局 發布消息稱 俄軍正逐步撤離 扎波羅熱核電站地區 此外撤離的還有核電站的 俄方和烏方工作人員 據悉 根據收到的指示 他們應該在7月5號之前離開 撤離目的地是克里米亞 烏軍是否真有可能 獲得美陸軍戰術導彈 俄烏會否圍繞 要扎波羅熱核電站展開新的爭奪呢 防務新觀察正在播出 好 林女士 同時我們關注到 美媒報導稱說 美國當前正在計劃批准向烏克蘭 提供陸軍戰術導彈系統 您覺得烏克蘭得到這款武器的 可能性有多大呢 一旦得到 是否會進一步刺激俄羅斯 我想當下應該說不能完全排除 當然現在它在討論還是有爭議的 但是我們說為什麼不能排除呢 是因為目前俄羅斯它的伊斯坎德爾導彈 在目前最近這一輪 烏克蘭的反攻行動當中 把它已經快要取得的一個成果 給打掉了 我覺得這個是當下 戰場上能夠非常明確地說明的 那麼有沒有可能呢 以此作為一個節點的一個轉折 那麼使得那個陸軍戰術導彈 能夠進入到烏軍的作戰序列 因為我們上次談過 過去一周最大的一個進展 實際上就是烏克蘭一方呢 掌握了當時的安東諾夫大橋的左岸 而且形成了橋頭堡形成了一個控制 那麼以此為據點呢 按道理它可以通過源不斷地 比如說通過這個安東諾夫大橋的輸送 後續達到一定的規模的聚集 然後它就可以推進了 就直接推進到比如說 梅里托布爾 包括比爾江斯克 這幾個呢大約它們的平均的距離 包括辛卡 霍夫卡 這幾個點大約都是100多公里 所以按道理講呢 這個計劃是比較完美的 但是恰恰就是我們知道 俄羅斯用伊斯坦德爾導彈 把這個安東諾夫大橋打斷了 讓它的橋體的一側完全坍塌 那麼坍塌以後呢 它就使得後續的 烏克蘭過去的源不斷調兵的計劃 那成為泡影 如果你沒有後續的調兵 我們知道包括補給彈藥 它都難以為急 那麼它在這個地方 它拒手是非常困難的 更不要說推進了 隨後呢是讓俄方採取的一個 更精確的舉動 就是我還用了兩個旅的這個兵力 就在這個過去已經形成了一個據點的 這個位置形成了一個奪戰 就是把所有的這個烏克蘭軍隊 然後呢在這個地方形成一個剿滅 那麼如果說這樣的話 那我們知道過去這一周 相當於戰線又推上去了 所以我覺得當下呢 這個一線的這種戰場上的挫敗 它應該使得美國包括烏克蘭 甚至包括某些西方國家 它在想一些進攻性的方法 就是既然俄羅斯有這種進攻性的導彈 那麼作為平衡 因為他們的概念它更多的 就是這樣平衡這個力量 就是我能不能給烏克蘭一方 也提供相關的裝備 而且呢形成一些 對重點目標的打擊 這個我覺得當下是完全可以想像的 請教王先生啊 當前我們看到俄烏呢 是圍繞著這個 渣波羅熱核電站打起了口水仗 那雙方是互相指責對方 計劃對渣波羅熱核電站發動襲擊 那您覺得這個點位 會成為下一個爭奪點嗎 雙方這個一直在圍繞這個核電站 就發生一些這個交鋒 那麼這種交鋒反映出 核電站周邊的整個渣波羅熱的地區 雙方軍事接觸正在增加 也就是說這個戰火是越來越頻繁 我們可見呢 這個大背景就是 烏方它發起了這個戰場反攻以來啊 在各個方向 特別是烏東和烏南的一些具體點位 並沒有取得大範圍的一些進展 也就是說這個成果對他們而言 是並不理想 所以它接下來不排除 會調整它的反攻的方向 而渣波羅熱就可能成為 調整之後的主攻方向之一 所以就被烏方視作是 俄方的一個相對薄弱的環節 那麼在薄弱環節取得突破 就成為他們可能的一個選擇 再者呢 渣波羅熱地區它還擁有著俄方 由烏東包括由俄羅斯本土 向克里米亞去運輸的 一個重要的通道 它是一個交通的樞紐 無論是陸路還是海路 都是交通的樞紐 所以如果在渣波羅熱 取得了實質性的突破的話 就有可能把俄方的這個交通線 從中斬斷 那麼由此帶來這個戰場形勢的變化 是不可估量的 所以無方就可能由此 在這樣的一個方向 一則是要分割俄軍 另一方面呢 對俄軍也是某種程度上的一種調動 所以我們看到 接下來圍繞渣波羅熱 或者說圍繞渣波羅熱核電站的話題 還可能會繼續增多 那請教李女士 一旦這個俄烏雙方圍繞著 渣波羅熱核電站展開爭奪 那這個讓人擔心的是 您覺得核事故 核衝突的風險 是否會進一步加劇呢 這裡面呢 我覺得它就涉及到一個邏輯 比如說烏克蘭一方這個媒體在講 說目前俄羅斯呢 正在把他的部隊撤出 目前的這樣一個核電站 我覺得這個消息本身 它沒有經過俄羅斯的確認 就是它為什麼要撤出 比如說它是通過什麼樣的行動路徑 什麼樣的一個目的 什麼樣的一個原有 準備撤出來 我覺得這個本身呢 還是需要進步觀察的 也需要俄方的消息的確認 我覺得第二個呢 它反映出更大的一個 戰場上的一個背景 就是未來可以說從現在開始 那麼到西方有可能 提供進步的進攻性的裝備 那麼它更可能使用的方向 應該是在 扎布羅爾這個方向 就這個方向呢 它會成為至少未來一周到兩周 那麼烏克蘭它在反攻階段 一個首選目標 當然這裡面的邏輯就說呢 它一定要打斷 敦巴斯地區和目前的 克里米亞之間的交通要道 因為它把這個板塊 把它分裂和撕裂以後 它才能夠分區 取得自己需要的進展 會不會影響到 沙烏克蘭核電站自身的安全 這個我覺得倒是一個 更大的值得擔憂的問題 據報道 美國有關部門近日決定 向台灣地區出售價值 約4.4億美元的軍售項目 國台辦發言人表示 美方正在把台灣打造成 火藥桶 彈藥庫 我們來看短片 據報道 美國有關部門近日決定 向中國台灣地區出售價值 約4.4億美元的軍售項目 對此 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 6月30號表示 越來越多的台灣民眾 已經清楚地認識到 美方正在把台灣打造成 火藥桶 彈藥庫 這根本不是什麼保台護台 而是在害台毀台 民進黨當局花著台灣民眾 血汗錢討好美國 只會把台灣民眾 推向兵凶戰威的深淵 事實一再證明 台獨沒有出路 以美謀獨是絕路 此前有黨內媒體報道稱 美參議院近日通過2024財年 國防授權法案 法案中聲稱 要所謂訓練台軍 消息一出 立刻遭到島內輿論批評 稱美國意在追求自身利益 卻會使台灣地區陷入 兵凶戰威的險境 對此 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回應稱 有關動向再次說明 美國反華勢力和台獨分裂勢力 是當前台海局勢緊張的 始作俑者和幕後推手 美國一些政客嘴上說 希望台海和平穩定 實則加速武裝台灣 加劇台海緊張 另據島內媒體近日報道稱 台軍將調整戰略部署 加速量產增程型 雄風三反艦導彈 將部署於台島東部 據悉 台軍已在台東 設立暗機反艦導彈機動中隊 2024年至2026年 將持續獲得雄風系列導彈 計劃在台島選定12處地點 進行部署 報導稱 台軍正在建造的 兩艘輕型巡防艦原型艦 也將配備增程型雄風三導彈 美方把台灣打造成 火藥桶 彈藥庫 將會帶來怎樣的惡果呢 防武新觀察繼續播出 請教李女士 針對美國近日決定 向台灣地區出售價值 約4.4億美元的軍售項目 郭台灣發言人表示 美國正在把台灣打造成 火藥桶彈藥庫 對此 您怎麼看 4.4億它是分成兩部分軍售 一部分就是3.3億的 相當於是30毫米的一個夜光彈 同時包括多功能的彈藥 那麼也包括它的相關的訓練 這塊是比較大的 因為這是進攻性的一些彈藥 那麼其次 它還包括1.08億的一些車輛 這兩筆加起來一共是4.4億 同時我們知道 實際上它還包括一個同步的 6月29號的時候 台灣它自己的防務部門 它宣佈的最新一筆的 對美國的軍購項目 我覺得這兩筆加起來 這個說就更加巨大 因為那個是包括1.8億的 那麼當時1.8億叫什麼呢 叫做火山車載的布雷系統 我們知道它採購14套 價值是1.8億 而且它的交付是從明年開始 到2029年全部結束 所以如果說按照這個火山 它整個的布雷系統 它是一次就一輛車一次 可以帶960枚的地雷 而這些地雷完全是反坦克的 所以大家知道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 這些雷是不放在台島的 那當然把台島變成了一個雷場 而且如果說它的14套 完全都能夠拿到 那麼最終實現一次性的布雷 可以達到13800克 這是一個非常恐怖的數字 所以為什麼島內出現了很大的 這個民意上的反彈和反應 我覺得和這個恐怖的前景有關係 第一就是它會把台島 整個的生態環境所破壞 形成一個地雷倒的 這樣一個非常恐怖的前景 所以為什麼說當下 我們知道美國 它包括西方所有的對台軍售 我們知道最終作用在台島這個環節 它只能讓台島變得更加不安全 就是讓台島本身變成了一個 非常恐怖的戰爭機器 而它的代價是以2300萬台島人民 作為人質的 因此我覺得這個概念本身 實際上是非常危險的 那王先生 同時我們關注到美國參議院 近日是推出了這個2024才年的 國防授權法案 聲稱要所謂訓練台軍 那消息一出是立刻遭到了 島內輿論的批評 對此您怎麼看 如果美方它實施 這樣的一個措施的話 稱之為立即貨台 交動亞太 像這次這個所謂 國防授權法案當中 提出要訓練台軍呢 反映出的就是美方在近年來 它要試圖加大 對於這個對台軍事布局的 這樣的一個力度 一個具體的表現 就是不斷地去干預 島內的一些社群的事物 比如說在去年 也就是2022年的這個7月份的時候 當時美國前方長篡台 期間就忽悠台當局啊 說要去延長這個義務兵役期 結果到了12月份 也就是幾個月之後呢 民進黨當局 確實是把這個義務兵役期 島內的義務兵役期 由四個月延長到了一年 這樣一來對於島內的民眾 特別是對於青年人影響非常之大 可謂是怨聲載道 形成了極大的輿論上的反彈 那麼這次對於所謂這個 訓練台軍反彈也非常之大 因為島內民眾 包括島內相當一部分媒體 它把這個情況啊 看得非常的清楚 美軍如果是有這樣一個企圖的話 那麼接下來它的目的就是 實現這個美軍的一些軍事人員 通過這樣的一個所謂 訓練台軍打戰一個幌子 以此為藉口 要這個進入台島 那麼帶來的可能是 兵凶戰威的一個 非常不良的一個境況 而且呢 會拉高兩岸之間的這個態勢 再者對於整個亞太地區的局勢 可能也會去攪渾水 帶來極大的不確定性 和不可預測性 這裡是訪務新觀察 感謝兩位專家的分析 也感謝您的收看 想要獲取更多軍事新聞 歡迎您登陸中國軍事網 或是關注 中央人民廣播電台 中國之聲 國防時空欄目 我們下期同一時間再見 MING PAO TORONTO